这是一支哦 记录我从打疫苗到后续不良反应 一共72个小时的最完整全过程影片 有打IC吗? 看到IC 就在我很开心 因为我自己身体很强壮 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反应的时候 翻车了 很热 很辛苦 谁穿这架 马来西亚正在增加 这是鼓励了 抗议政府控制政府 保护自己 在做所有的事情 我们在推荐 我相信我们可以结束这季度 哈啰我是卡恩 今天这支影片可能会比较长 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完 这是一支哦 记录我从打疫苗到后续不良反应 一共72个小时的最完整全过程影片 我记得5月2号那天政府开放第一批包名打 Azac 阿斯利康疫苗是资源性质的那种 其实早在几天前呢 我跟阿Kenge已经商量讨论了很久 也上网做了很多关于Azac疫苗的一些功课 包括它的背景啊 它的一些副作用啊 最后 我们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我们决定报名打疫苗 从疫情爆发到今天呢 我都很清楚知道 唯有疫苗才是可以断绝病毒传播的最根本方法 所以我们当下是抱着 犹豫就不要打 要打就不要犹豫的那种坚定态度 报名了5月17号的疫苗 而我们也很幸运真的给我们预约到 我们也很幸运真的给我们预约到 中央了没有? 很紧张 有带IC吗? 看到一次这样 哈啰 今天是5月17号 现在是下午5点半 去年3月份开始 马来西亚因为Covid而封城之后 到今天也有一年多了 我们终于等到了今天 然后为什么阿肯会跟我在一起呢? 我们非常巧合的在同一天去登记去报名 然后非常巧合的安排了在同一个时间跟同一天 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非常幸运 今天我们打的这个疫苗 就是阿斯利康 阿斯利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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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疫苗为什么我们那么快打呢? 因为政府开放了这个 志愿者计划 就特别公开给一群想要打这批疫苗的人去打而已 所以我们就及时去登记报名了 所以我们才那么快的 然后如果还没有收到疫苗通知 你们不用紧张 因为我们是另外去登记的 你们就要等麦斯加特拉 因为现在是5点23分了 因为到我们的时间了 所以不要再排队 排队的是还没有到时间的 所以他叫我们直接去前面直接进去 会不会错了就没有了? 不会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懵啦 我觉得就是 我跟柯恩是刚好排到Station 2的 Station 2的场面 好赢 好赢 应该 OK这里就是全部都在等着打疫苗的人 我是最后一张椅子 一波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来到了Station 2 然后坐住在等着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等到你的号码 你就可以进去打了 今天拍这个影片呢 主要就是要记录下这个非常历史性的一刻 我们等了那么久 终于可以打疫苗了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今天这个影片会记录完整个过程 包括我从去打疫苗然后还有就打疫苗之后的反应 所以你们要看到完 现在赶着上去 刚才在讲话没有看到 哇各界领袖 终于等了这样多天 就是为了要走进这个门口 对他刚才去到IC了 我们现在就等他给我们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去卖Sechatura 打开那个Scan的 Scan这边的location 为什么这个人打Vaccine可以那么开心 还没有打之前的Site Effect太开心 拜拜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这一刻我觉得特别紧张 等下呢我们打完之后就等个15到20分钟 观察一下有什么不舒服 或没有的话就可以回家了 OK现在已经打完了可以下去观察区 可能我自己本来都不是很怕打针的一个人 加上我觉得我之前打的那个针还跟通 这个都不怎么通啊 我们两个一起打完疫苗了 OK 我们现在就等着Site Effect 看一下有多严重 什么叫做等着Site Effect 希望没有好不好 对也是有人是没有的 希望是没有啦 是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还有拍摄 我们再看之后如果有Site Effect的话 就会分享给你们就啦 打完疫苗那个晚上哦 我们就回家吃晚餐 一切都非常正常到现在为止 然后最奇怪的是 胃口特别特别好 我妈咪煮的菜哦 全部给我跟Acan两个人掃到完 现在是打完疫苗之后的三个小时半 然后我现在已经在家了 然后换了睡衣准备要睡觉了 然后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我手可能就是打了疫苗的那个地方 是比较酸一点 但是打完针之后酸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然后我刚才吃了两碗饭 状况非常好 我们再等看看吧 但是就在我很开心 因为我自己身体很强壮 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反应的时候 翻车了 现在是打完疫苗之后的六个小时 现在是打完疫苗之后的六个小时 感觉就是比较累 然后全身有一种 就是有点酸痛的感觉 对 就这样 一开始哦 只是轻微的肌肉酸痛加低烧 到后面哦半夜就开始越来越难受 又冷又热 腰痛到睡不着 现在是半夜一点早 然后就是超级无敌烂 就是全身发冷 然后还发烧 不能啊 冷到 冷到哦 在我的房间我要穿了袜子 然后盖了杯 还是觉得一直在发多 很幸运的阿Kent当天是没有什么事情 只是手臂有一点痛 所以他整晚 上上下下一直在照顾我 直到第二天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 整个晚上都睡不着 一直发冷又发热 发冷又发热 拉来回回 然后全身疼痛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半 然后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全身没有力 然后肌肉酸痛 再加有一点点发冷 然后为什么穿就好看呢 就是因为等一下我还有拍摄工作 就是之前定下来我不能换 所以要拖着这个疲惫的身躯去工作 祝我好运 救命啊 下午1点钟拍摄结束咯 我可以回家睡觉了 因为我刚才出门间吃了两粒Panadol 然后救了我一命 我现在算是稍微比较精神一点 然后刚才拍摄也比较顺利 因为少已经退了嘛 但是还是全身肌肉酸痛 我再回去了睡觉中 我们再看看下午那个烧会不会回来 现在是下午6点钟 刚刚睡了4个小时的午觉 觉得自己有一点活过来的感觉 但是睡醒了之后 又开始觉得自己全身不舒服了 然后手臂这边开始打针的地方开始很痛 现在开始到阿肩很严重了 开始发烧 然后发冷 然后主要是他打针的地方的手臂非常非常痛 一碰到就痛 然后他肌肉酸痛还有呼脸痛 我们两个人的症状有点不一样 就是我先发烧发冷 然后他后来才发烧发冷 可是他有呼脸痛跟手臂酸痛 我也是后来才来的 这是我们的晚餐 这个要死掉了 现在是我跟可恩接种疫苗30个小时 下午也开始退了 也比较精神了 然后先来吃一下晚餐 很开心 很珍惜这个精神的状态 然后明天就会好起来 完全好吃 现在是打完疫苗的72个小时 也就是第三天了 我的身体状况就是满血复活了 没有发烧没有发冷 没有肌肉酸痛 打针的这个手臂也没有红没有肿 现在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 我比没有打疫苗的人多了一小层的保护层 当然该防护的地方还是要做防护啦 毕竟还是很多人还没有打疫苗 而且我还要等打完第二剂再去检测 看到底那个疫苗到底有没有在我身上产生抗蹄 才算安心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接种疫苗之后的反应是每个人都不同的 我会发烧不代表你会发烧 这一切都是看个人体质 我也有朋友打了疫苗之后 零睡前才发烧 第二天睡觉就没有事了 打还是不打面对疫苗 我相信这个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尤其是老年人会更加担心 这个我可以明白 因为我婆婆是90岁 真的是不能够再承担一丝一丝的风险 所以当有人问我该不该打疫苗的时候 我都会统一回答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到底哪一个会先到 你决定要打就不要犹豫 犹豫的话你就不要打 哪一个疫苗比较好哪一个疫苗比较贵 等你选到来可能COVID已经选到你了 马来西亚现在每天五六千单 你们觉得不可能吗 所以我呼吁年轻人勇敢去打 因为最终你要断绝病毒 回到以前的生活 不是遵守SOP 也不是不出门 更加不是牺牲服务零售业 而是打疫苗 一人两针 打到全体免疫 才是真正可以把病毒压下去的方法 最后的最后要跟你们讲 打疫苗的过程虽然会辛苦 会发烧会发冷 但也只是两三天的事情吧 打了疫苗 你就可以迎来更好的马来西亚 加油马来西亚人 我对 谁已经打疫苗 我下期两两终 做 我对 谁已经打疫苗 我下期两两终 做